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对方腹地了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好球 机会出来了 哎 这脚凌空没有打好啊 感觉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应该是这样的 一般这样的打门 你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球的轨迹在对 然后呢在精准的发力 没错 范规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黄霜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 这个传中没有成功 被防守队员挡住了 防守方稳妥的解围了 队方封堵了这脚射门 精彩的远射 更精彩的扑救啊 格雷斯蒂娜 辛克莱尔 辛克莱尔真是个好的传球手 球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弹出了底线 队友就在身边 小丁海特马 尽在咫尺拉 干净利落的产段非常精彩 唐佳丽 整瑞 球权没能延续下来 交给了对手 他有些心不在焉啊 就直接把球带出界外了 传球队员可能眼花了 看错人了 这是来人协助了 他还没有射门 还在继续向前带球 这球早该打了 最后看看 被文江莫收了吧 对 桥顶海特马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阿丽莎查普曼 平局的局面让他们更有耐心了 好球 好球 这个进球保证了本堂比赛 绝对不会是0比0了 射门力量非常大 门将还没反应过来 球已经进了 比赛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好球队 我在后衫把球队 小丁海特马 视野很开阔 很有威胁的打门 但还是被他化解了 如果能利用好这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还可以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投球力量高 不是很大 对门将小菜一碟 张瑞 传给了王珊珊 有机会把铭比翻 还好这角车门被挡了一下 王珊珊 她又把球铲了回来 这球该吹了 给了有力 索菲施米特 压迫做得不错 把球拿了回来 辛克莱尔拿到了球 绝佳的机会 朱泽伴指向了点球点 点球 朱泽伴判罚了点球 并且向防守队员出示了一辆黄牌 压力现在来到了主阀球员这一边 这一球要是打进的话 就能扩大领先的优势 这个点球啊 角度选择的不错 我们可以再次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看看他的触球 发力干脆利落 门将毫无机会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代球过掉了对手啊 接下来就看他了 漂亮知道只差一分了 时间还有希望还在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 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阿里莎查普曼 传给了施密特 金克莱尔的打门机会 这个抢断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清承射门 看成华丽的脚下动作啊 这防守队员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是的 进了必须的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哎呀这球真是 打不进比打进都难 今天这个状态真是令人堪忧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 对他来说应该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只能猜想 今天身体状态可能还没调整好 一定是的 比赛还在继续 不时两分钟 他对周围情况 还是有很准确的预判的 从而提前判断到了 对手可能的穿球路线 弗莱明 当之主台邵响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短暂的休息过后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次换成了中国姑娘们来开球 往双 能把比分追平吗 精彩的封堵 看看他们会怎么利用这个角球做文章 暂时化解了角球的威胁 给王双的一脚传球 传进来了 中路包抄的点不错 将场抢断很成功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唐佳丽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化解了危机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好的一次成功的抢断 唐佳丽 这个传球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手 幸好他出现了 没有给对手威胁球门的机会 对手 索菲施米特 斩尼贝吉 这次是他拯救了球队啊 王双 他是想要自己来吗 这一脚传中啊还是过不了他这关啊 球被防守队员碰出了界 角球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角球开向了禁区 暂时没什么危险 球直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被挡了出来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克里斯丁辛克莱尔 干净的划铲抢到了球权 王珊珊 进了就追平比分了 门家还是做出了扑救 这次几位很精彩也很及时 进攻队员非常熬闹 没能抓住这个绝佳的进球机会 小丁海特马 传给了施密特 篮杰毫不犹豫拿到了足球 队友很有希望拿到球啊 球进了 好球 球迷们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了 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 已经从两球落后追平比分了 这个进球 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里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太不可思议了 刚班明比分 现在又开始进攻 准备反超对手 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 比赛进行到现在 两队的发挥让我们眼前一亮了 双方都有漂亮的进球 控球队方面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裁判示意这是一个点球啊 伍泽判罚了点球 并且向防守队员出示了一点黄牌 压力现在来到了主阀球员这一边 这球罚进的话就能再次领先 他的点球还是很稳的 让人很放心啊 我不知道门将是根据经验做出的判断 还是直接就是猜的 总之他扑错了方向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啊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下半场过去了25分钟 比赛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 这个直赛队友已经心里神会了 可惜啊 看起来很有威胁 没把握住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杰西·布莱米 他们再进一球 又是扩大到了两球 在这个进球当中呢 我觉得进球之前的过程啊 尤其值得撑到 很少有球队像他们这样 一征场 都持续压迫对方的防线 不断地给压力 直到对方犯错 然后给他们一击致命 是 教练决定同时把两名TIP队员都换上去 好事成双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维安 朱利亚·格罗索 这是阿什利·劳伦斯 判断得很准 实际也抓得好啊 很好的一次拦截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比赛只是快要结束了 还没有结束 既然他们能进这一个球 他们就有机会再进一个 看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击 比分被改写成了4比3 再半没有吹这个球 他应该是根据了比赛进攻有利原则 继续进行 禁区里教科书一般的防守啊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防守队员回味不够及时啊 他们熟练的倒角真是精彩啊 这球还没有结束 手边把球击飞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即将结束 剩下的五分钟里 一分会不会被抹平呢 机会 这个球啊 不就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对方的高位逼强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有罗索 直接传身后找队友 传过去啊 就能制造危险 可惜没传过去 张鑫 他们还没有认输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能追回分叉吗 文将拿到球了 没有问题 往双 裁判的哨声宣告了比赛的结束